获得金奖的得奖作品是 消去法精神施虐的日常 恭喜 完整结合自身经历 以日常书写及实验影像美学 重新看见伤痛 并找到自我疗愈的可能 片名消去法精神施暴的日常 是一部深具开创性的精彩作品 勇夺今年亲密关系精神暴力 为电影的金奖 把自己的经验说出来 是希望让更多还不明白 或还深陷其中的人 可以理解自己都不应该要 这样子被对待 由卫福部主办的 111年亲密关系精神暴力 为电影真见活动 主题看见看不见的伤 投稿61部有16件影片入围 角逐金银铜 家座等四项大奖 总奖金43万 最糟了什么 为什么爱饮醋对挂欢 饮奖的得奖者也算鬼才 以传统武侠布袋戏 融合鬼怪元素 将精神暴力造成的压迫感 以较为轻松的方式 完美呈现 把这个看不见的东西 实体化成一个鬼魂的故事 透过一种表演 或者是用故事性的方式阐述 我都觉得他们真的做到了 根据统计各种暴力形态中 以精神暴力盛行率最高 卫福部邀请创作者 透过影像为这些 看不见的伤发声 由影片来传递 让更多人对暴力防治议题 重视与关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订阅